第46届电视金钟奖 21晚间在台北举行颁奖典礼 SHE的Ella近来改走性感路线 当晚以一袭紫色长礼服衬托好气质 Ella表示希望自己今天的造型可以让大家赏心悦目 偶像团体飞轮海这次以颁奖人的身份出席金钟 虽然是三缺一现身 但颜亚伦汪东城陈一炉三人还是大喊 我们就是飞轮海 显然已经非常习惯三缺一之后的飞轮海了 飞轮海 我们下位汪东城以及陈一炉 我们这次的小魂蕾的登峰 我们的金奖是一家的 我们的金奖是一家的奖项 从名模成功转战电视圈的隋唐 演活犀利人妻大老婆谢安真一决 成为此次呼声最高的影后人选 而在颁奖典礼前夕 传出她和姚元昊复合的消息 这使得此两人成为这次金钟奖的话题人物 我们全台湾最性感最美丽的隋唐小姐 至于被视为是隋唐争夺影后宝座最强劲的天心 则是压轴走星光 她自信的说 自己这次至少有前三美 资深美女果然对自己很有信心 也为今晚的金钟奖星光大道画下了完美的句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